詞曲 李宗盛 我想期待血移植的發展 比造血幹細胞移植跟骨髓的幹細胞來得晚 所以我們早期像你剛剛提的這幾位 都是在其他的幹細胞來源找不到 沒有找到最適合的 這時候我們再用期待血 因為期待血相合的條件可以比較鬆一點 比較容易找到可以做移植的對象 第一位是椅柔 椅柔那個時候是補髓性白血病固化 固化之後讓它緩解 這個時候需要做移植 那時候包括找了整個補髓庫補髓治療中心 它全部都沒有找到 幸好是它配到了 在新年配到了香盒 比較可以做的期待血 它2008年移植到現在 小孩子都長大了也都相當好 它有一點點慢性排斥 可是後來也穩定 那事後我們再回想 到那個時候還算早期 但是在經過這幾年 期待血移植相對補髓的 周邊造血幹細胞 好像對追性的白血病有更好的壓絲效益 我的血癌可以基本上是已經好了 小油其實困難 不是一些啦是很多很多 小油它一開始就是第四期的神經母細胞 肚子有一個很大的腫瘤 沒辦法手術 它到處轉移 最厲害的是轉移到這個頭部 它還被當作腦瘤 先去做手術才知道 它是這個手術完養傷的時候 腫瘤又長回來 肚子還發現一個更大的腫瘤在肚子 後來因為那個腫瘤剛好壓迫到它的三叉身 後來實在碰得受不了 所以它那時候第一次移植 為了神經母細胞瘤做移植 它是用自體的周邊血幹細胞 也相當成功 但是沒想到一年多以後 它變成血癌 那個血癌是會致命的 而且進展很快 它曾經拜血性修科過 到教育院修回來 但是看起來那個膽難沒有辦法控制 一直上升 那時候就動腦心 然後它掩耐了肢體期待性 因為救命為主 所以就跟信念聯繫了 但是因為它的量太少 所以我們就決定採用股內移植素 股內移植素就是從它的殘骨 把骨髓的空間清出來 然後再把它的期待性送到上面 我們找了四個點 殘骨兩邊 隔兩邊 等於每5CC整個公斤器 大概配成27CC 其實我們那時候看到 就是像奇蹟一樣 我記得那個時候 剛好也在看那些神鬼傳奇 是有一個第一大軍一直攻過來 然後那個蝎怪 被那個男主角把它射死以後 那個魔鬼大軍 第一大軍就整個突然間就不見了 我們看到它這個 恐慌性組織之間 本來就是從肝門口一直往上往上 一直轟起來 到最後就慢慢退 慢慢退 那個感染就控制好 那個時候血球還沒有上 但是我們就知道說 它應該長得不錯 因為它的白血球已經衝進去打仗 那時候是覺得很欣慰 我們也沒有想到說 它肢體的期待性變成它的救命 就是現在 肢體的技術越來越好 現在的品質越來越好 我們選擇第一個 還是它的量 它的體重 能夠達到某個標準以上 另外當然是配對 要達到一個看你的目的 如果我們是 會有惡性疾病 我們覺得也會越好 如果是惡性疾病 尤其是骨髓性血癌 我們會選擇稍微不可能 第三個就是看它的感染標籍 來做一個最好的行程 小孩子最常見的還是血癌 我血癌還是占第一位 第二類就是神經性的重 好像腦瘤 神經母細胞瘤 把它們086也算血癌症 把它歸在黑暗 碰到的兒童癌症是零零重重 期待性我們現在用的最多的一個是血癌症 另外一個是先天的遺傳機變異 像這種小孩子有時候 你要急著在某一個時間點要做 要不然他長期的夜等也不好做 這時候期待性就很快 不過先天邊有一些缺點就是說 它影響到體細胞的這一些矯正上 就沒有辦法矯正 但是骨髓的造血功能 免疫的防止感染的功能 直接是被當期待血的改變矯正 其實在很最近的文獻也都看到 期待血移植相較於 骨髓跟左邊血的乾細胞 好像有比較好的控制 白細胞的能力 事實上我們現在也比較會選擇 做哪一些期待血 有時候不是說夜相合也好 在期待血來講 我們有時候會去算它的分數 就是說它的HLA的ABCD 這一些不合的分數 在什麼程度到什麼 太高不好容易排斥或長不好 太低的話 固化的機率會比較高 所以現在我們都有辦法來去做選擇 所以尤其是有一個好的期待血過 對我們要來控制一些比較頑固的血 它的成效也是比較好 再對我們來說 好か 是 就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